沒有中文的是不是 我相信你們的英文都很好 你覺得意思是蠻好 就會蠻好的 你今天會來 消息沒有問題 問題很多耶 來咖啡店 看不懂英文 怎樣 沒有 英文程度不好 還敢來 又是嶄新的一天 Ciao 歡迎來到我們 Suzzi & Perla的 複色咖啡廳 等一下你叫好好笑 你才好笑的 準備好要上工了沒 準備好要在餐廳上過班 當然 可是當年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做的那個店 還是上表特版的人物呢 是不是因為學校都沒人是不是 不是 我怎麼都沒遇到你 因為我畢業的時候 你還沒進來學校 好啦 我們今天呢 在家裡面就看一個 高級的義式咖啡廳 在家就可以簡單做一杯咖啡 公益善其事必先必其慶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用很厲害的 DELONGI的 EVO 29084 這台全新的咖啡機 然後在家裡面開一間咖啡店 沒錯 就算你不太會泡咖啡 你只有這一機在手就不用擔心了 好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家裡面呢 就會當一個咖啡店的店員 是的 今天裝飽應該夠像了吧 來迎接我們的客人 沒問題沒問題 第一天開幕會有生意嗎 有薪水吧 有薪水我們怕沒有客人啊 不要緊張深呼吸 不管有沒有客人 你只要記得給我薪水就好了 沒有客人就付不出薪水啊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今天還用心的做那個菜單有沒有 對啊開玩笑 這個Menu不是開玩笑的 裡面的餐點更不是開玩笑的 馬上就客人來了 趕快趕快 準備一下 嗨 歡迎光臨 四十月份啦 咖啡店 哎呦 兩位看起來很眼熟 沒錯 我現在問兩位幾位 兩位就兩位而已 是不是 兩位就兩位 那你們有沒有特別喜歡做的位置 包含的高腳椅 還是要做我們這個 特別從義大利訂製的平台做椅 這邊有一點 好 那我也做做 好 可是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剛好這邊有預約了 請 我先幫妳問一下有沒有位子 可以打電腦嗎 沒有 這件好煩喔 假裝問妳說 那邊 可不可以先讓妳他們做 還是就跟她說 喔 好啦 要先讓她勉強一點 我們都聽到了 好 剛剛特別問一下老闆娘 她說她沒有問題 對… 那個你們可以先看一下菜單 這是我們的 每天都不一樣的菜單 有問題要找我們 就舉手就可以了 舉手就可以了 我現在裝模糊 我現在裝模糊 可以吧 可以吧 看起來 蠻會喝咖啡的 應該至少點個三杯 好喔 可以喔 可以喔 唉唷 有客人來了 我去接我去接 我跟你講 我今天聲音比較好 教我一下客人 你好 歡迎光臨 我怎麼走這麼久 今天是一片稍微旁和一點 真的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像這一位嗎 我們朋友已經到了 原來你們認識啊 來… 請請 上面的咖啡就寫在上面 看妳要哪一個 沒有中文的是不是 不是我跟妳講 我相信妳們的英文都很好 妳說意思是蠻好 980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我待會馬上過來幫忙 真的喔 好 今天客人啊 要求妳沒有去 問題很多耶 還來咖啡店 看不懂英文 前幾輩會客人樣樣都有 每天都會一早 所以妳好 是因為微笑 就可以解決一切了 微笑可以解決一切 微笑pasta 好 那我先去點讚 好… 小姐妳好 小姐妳好 請問妳要哪點什麼 我要喝冰拿鐵 冰拿鐵喔 我跟你講我們家冰拿鐵 是非常特色的 可以讓妳特製化妳的拿鐵 妳要喝多少CC的牛奶 加咖啡都沒有問題 我… 需要吃點我們的Dessert嗎 我們Dessert都是老闆娘 我們每天現做的喔 有我們的烤吐司 熱壓吐司 手作餅乾還有蛋打果凍 跟珍珠糖泡芙 那我要珍珠糖泡 這樣就好了嗎 對…我結束了 我想喝卡布奇諾 可以… 可以喔 我們卡布奇諾之香 奶泡之綿密 你要不要先問我甜點 要吃什麼 沒有… 我這輩子… 你這輩子一定沒有喝過這樣的咖啡 很厲害 好好好 妳要請她吃什麼甜點 熱壓吐司 熱壓吐司喔 我要巧克力的 很懂吃 妳有沒有人跟妳說問妳很懂吃 懂吃 懂吃 好沒問題 馬上來啊 我居然沒有妹妹 妳是不是很意外 我剛剛沒有來跟妳點菜 對 因為妳比較晚來妳知道嗎 所以我要等 兩位在這邊等多久 我連一杯水都沒跟她們喝到 OKOK 我稍等 我稍等 妳好 請問妳要點炒飯了 妳好 想請問今天甜點有什麼折扣嗎 今天因為是市營運的關係 所有價目上都可以為妳折扣10塊錢啊 要少一個零啊 10塊 巧克力粉絲 那妳有問題 請問有冰脆咖啡嗎 您是出我們的OverEyes冷脆冰咖啡系列嗎 冰脆是不是 是的 沒問題 來立刻為妳寫上 好的 以上餐點已經為妳們點完了 當然馬上幫妳們送到 好 沒問題 等一下我這個幫妳收起來 有需要的話再跟我們說 聲音不錯吧 她點的古事還有果凍還有那個珍珠泡糖 還有那個餅乾全走點的 前面那兩個客人先來我們先做 好沒問題 然後點心的話是珍珠糖泡芙跟熱壓吐司 好 那咖啡先給妳回來就杯吐司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今天呢 也會用這一台 義大利版面的品牌 DELONGI EVO 2908 是來製作我們今天好喝的咖啡 和外觀新穎節約的造型設計呢 放在家裡就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質感 阿布阿布阿布 那再來呢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全彩面板 它的觸控式介面呢 讓我們操作起來可以更加的方便更加的直覺 它也幫我們把咖啡全部都圖像化啦 上面總共有七款看妳想要喝哪一款 我們只要一鍵按下去就可以完成啦 那我就來製作我們的第一杯拿鐵咖啡 這一台呢透過買拿鐵的設定呢 它可以客製化個人的咖啡口味喔 所以不管你要多少多牛奶都可以 那透過了這個設定呢 它也可以精準幫我們把牛奶 全部用到一滴剛好不剩 這樣子也不會浪費我們的熱牛奶 或者是說牛奶沖泡完之後呢 還會留在那個容器裡面 而且還有這個奶糊呢 它有先進安全的設計 它上面有三個感應器 可以確保奶糊正確的固定在上面 它裡面呢還有紅外線可以偵測牛奶的安全容量 當奶糊中的牛奶使用完畢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停止打奶泡 它會防止蒸汽的喝阿塞 也避免我們燙傷可能是無用的 如果你不想要咖啡 只要單純的熱牛奶的話呢也可以喔 只要再按一次這個買拿鐵的按鍵 它就會出單純的熱牛奶給你了 就紅紅的牛奶 有牛奶了 你是真的老公公 加油 我們第一杯咖啡 不要告詐 雖然我們不是靠這賺錢的 你的名字很重要 我先小心翼翼的放好咖啡杯 好 這樣會不會看起來太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有一台好用的咖啡機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直接按這個 my latte 按下去 它會先熱牛奶 其實上面呢它還有不同咖啡的容量 可以給你選 就如果你今天想要泡大杯一點 你就選擇最大顆 非常淺顯易懂 你要小一點就是選最小顆 嗯嗯嗯 哇 你們的第一杯拿鐵 哇 你看它真的用到剛剛好 對阿 疆疆好 毅略都不是沒 它會直接偵測 偵測到你用完為止 然後用完之後 它就會直接開始加咖啡 喔~~ 整個咖啡的香氣 還有咖啡機的聲音 完成了 超漂亮的 我們的第一杯拿鐵 哇 你看這個墊塵 可以 Oh My God 完美 影片可以開始漲價了 好 我去上吧 態度好一點 吐司幫我抹一抹 好 我幫你抹 你好 工作好忙啊 這是您點的珍珠糖泡芙 OK Ratte 喔 進層耶 是熱的喔 我不是點冰拿鐵嗎 我要杯冰拿鐵 冰拿鐵喔 拿鐵上好了 然後接下來是卡布奇諾 卡布奇諾 好 這個熱壓來了 謝謝 它這邊還有一個clean的功能 也是很簡易 就你每一次泡完呢 它都會幫你自己做 自動的清洗 clean 直接按下去 而且它這邊非常敏感喔 你這個輕輕一碰 它就會幫你 就是有感應這樣子 而且它就算到時候裡面 如果真的還有剩餘的牛腦 它也是可以做清潔的 它不會影響 你看 可能10秒不到吧 清好了 就直接清好了 然後再來是奶壺 也是它們這一次 全新設計的奶壺喔 超級輕巧 超巧的自動奶泡系統 而且它上面都有 幫你很貼心的 把刻度寫在上面 所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而且它這個 全新升級的奶泡系統 它打出來的奶泡 更加的綿密 口感更加的滑水 好 那我們就來加牛奶 這樣鎖起來 它就不會倒了 它有個卡榫 這樣子打開來 然後就可以加牛奶了 看你要加多少都可以 像我們今天生意很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多加一點 等一下就預備備用 來 然後我們來泡一杯Cappuccino 就可以按這個Cappuccino 在這邊 這真的簡單讓我有點心慌耶 我想說真的就這樣沒辦法 再加簡單就可以 泡出意識高級的咖啡 完美 你好 請問熱壓吐司是哪一味的 哇 原來要吐司怎麼那麼焦啊 啊 喔 因為你看起來很喜歡吃焦的 脆脆的 很好吃的 妳試試看 謝謝 謝謝 這是您的Cappuccino 我需要介紹它一下嗎 看劍詞很明顯 就這樣 在做什麼的 很會介紹 王美齁 王美 王美 你們咖啡廳可以喝到這麼高質感的咖啡啊 開玩笑 我們可是用最頂級的咖啡機在做咖啡給大家喝 呈現真的蠻好看的 因為自己在家超不會這樣 那個漸層大概100層 我剛剛掐指一算大概100層 剩下什麼想法 幫我寫一個報告 好啊 寫報告 報告嗎 那個小姐喝 有品嘗過了嗎 還沒還沒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跟我們說 好好 241克的牛奶 就是是順口的 因為我們用那個是義式咖啡機 所以咖啡豆做出來那個咖啡特別香 老闆婆的冷脆 請稍等一下喔 沒有沒有我們今天生意比較好請稍等一下 好 下一杯我要來做的是冷脆冰咖啡 他們家很厲害的是它有獨特技術 低溫去幫你做出這杯咖啡 所以你的溫度跟你的這個冰塊的結合就會更完美 然後我們直接按Over Ice就可以跟你們冰咖啡啦 這杯咖啡我很有信心 他絕對會很滿意的 我已經把它弄好了 哇 這餐點看起來太精緻了吧 這客人點點有點多 好 去送喔 好 這客人看起來滿會吃的耶 謝謝 來客人 你的咖啡也好咧 哇 真的好高 我先來喝一下冰咖啡 對 你可以喝一下 要知道這間咖啡廳好不好就是要先點冰咖啡 我跟你講 絕對不在外面喝倒了 我有信心 其實滿順的耶 那當然啊 我們本店正店的帥哥煮的耶 而且我覺得不會苦 它融合得很好 而且也不會有一層水一層咖啡的 對 因為我們沒有加一滴水 我們放的全部都是冰塊 加直接淋上熱咖啡製作了成的 真的很好喝耶 而且還有尾韻的咖啡香 既然很好喝 要不要再來一杯Expresso 來三杯 好 那你們請慢用 祝你們用餐一塊 沒問題 接下來要什麼 Expresso Expresso OK 沒問題 這台機器你要喝什麼都有 這台機器可以做出超級好喝的 濃縮PRIMA咖啡 一樣按中間那個鍵 好的 我們的Expresso完成了 你看它上面的油脂多漂亮 有個問題 那個客人太會吃了 我們早沒吃完 早沒吃完 快 明天休息 小姐您好 你的Expresso KRIMA來囉 這裡搭配我們這個老闆娘 親手先做的果肉 好吃 我已經吃完了 要不要喝一下我們的Expresso咖啡 好 好 整個咖啡的香氣是整個 喝進去還有一點猶豫的 很讚 會形容 還好耶 不會很酸 好像現在好喝的 我喜歡 味道很重 所以要再點一杯 我想說明快把它的飲料喝完了 再一杯謝謝 我對了 冰美雪還在 你看它的美式都還不會浮那一層 它都還是融合得很好 很強 不鏽鋼錐型的研磨器與三段研磨磨豆功能 可以精準研磨出均勻的粉徑 客製化個人口感風味 無管道沖泡系統設計 每次殘留最少的咖啡殘渣 從豆到杯 杯杯都新鮮現磨 Delongi精確的拱壓設定 讓每次粉量填壓都可以一致 先進的電子加熱系統 保證咖啡最佳的沖泡溫度與精準度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咖啡機要怎麼做清潔 非常簡單喔 首先是奶糊的部分 直接拆下來就可以了 拆下來呢 一樣剛才說的這個卡榫打開來 然後這兩個就可以直接拿去清洗 曬乾都非常方便 不會卡溝在裡面 然後你如果要進洗碗機也是可以的 對耶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 它一樣是一抽就可以把所有它的要清潔的東西 就直接抽出來 像這樣 全部一起帶出來了 裡面就有很多豆渣 那豆渣它都是成型的一塊一塊 然後就直接把它全部倒掉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盒子就可以拿去洗 或者是進洗碗機 吸水盤呢 一樣它是這個分開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吸水盤拿去洗 然後下面呢 一樣直接把這個水倒掉 然後用清水稍微洗一下就可以了 洗完櫻乾碗呢 就一樣把它放回來 這樣就沒有問題啦 哇今天很好玩耶 你們都有做過餐飲業嗎 有 有 我也有做過耶 好巧喔 好巧喔 很懷念那個做餐飲的感覺 你有想開咖啡去那嗎 沒有沒有沒有想開 但是我覺得 我們這邊都有服務紀念喔 很好上手 很想以前的戰友 好那最後認真分享一下今天的咖啡怎麼樣 我覺得很讚 我的冰咖啡是真的很好喝 冰塊的融化速度也不會太快 就是它不會浮一層水在上面 那先說我們是真的超級咖啡小白 我們就是喜歡一個氣氛的感覺 是我們的程度就是按咖啡機 什麼東西變 就是咖啡很像 然後我的卡不清我很濕滑 OK 就拿鐵很像 而且他們那個咖啡的那個漸層 做起來真的都很漂亮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這台全新的 Delongi EVO 29084 這台新的咖啡機 我們自己使用下來呢 覺得非常推薦給像我們這樣的小白 或者是你對於咖啡很講究很有品味 你在家裡面用一台這個咖啡機 我覺得一定會讓你的生活質感大大提升 是的沒錯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剛剛剛剛聽到你們說你們老闆白話 嗯? 有嗎? 我們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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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好帥什麼 可能沒有 我上次碰到你們老闆 現在這個要打到 如果今天有點單 可能會老闆好帥 真的嗎? 真的嗎? 想買吃白糖 真的嗎? 從你們先吃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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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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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